接下来看,如果我今天预设在这个结果里面 假设你将来要把资料做列印的话 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预设的这个资料里面本身是没有框线的 那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他每次要列印报表的时候 他要再手动,他不会写VBA 那他想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在列印报表之前 我干脆就自动把框线加上去 画好之后列印出去就OK 你不要再多一个动作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我这边demo一下,大概就这样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很简单 我希望在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帮我绘制框线 那绘制框线我希望是红色的框线 该怎么做 我跟它程式会很复杂,不会 其实就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第一个你要学会,上礼拜讲过的 很重要一个物件 叫做范围物件,Range 所以你跟它讲说,我的Range在哪里 Range在A1到H8 这个范围,所以它选一个范围 然后我希望它的框线帮我 框线当然我如果手动的话是从这边 去做什么呢 其他框线的设定 包含就是我希望颜色是红色的 然后内框线跟外框线都要帮我框起来 类似像这样子 可是如果每次都要做一次的话 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如果它清楚的话,该怎么清楚 清楚当然我们一般也是这样这个Range 然后如果没有框线的话就是 一样其他框线 然后把这个改成5就好了 然后按确定,又恢复了 不过呢,如果你每一次都要手动 如果你范围很多 或者你工作表很多的话 那当然手动来做其实非常花时间 那最好是你 资料都弄好,报表弄好了 最后呢,干脆把那个框线也画好 把它这样一气呵成 OK,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延伸就是说 如果我说我今天不只加框线 像刚刚这个范围 我除了加框线之外 比如说我这边,假设我现在加了一个外框内框 那另外我希望凸显 就是上方是蓝名称 然后左边的话是这个Key 就是它那个关键的部分 那我希望呢,把这一边 这个范围的上面这一条线 化成双线 化成双线 因为现在是单线 如果我要双线的话 第一个当然,我就选这个范围 然后把它改什么 改这个 这边有个底端,但它没有上面 或者你看它另外一个方法 你选这个 选这个范围呢 给它一个什么 底端双框线也可以 如果说你要选这个范围来做的话 你恐怕就是要进到其他框线里面 第一个当然你要给它一个样式 就是双框线 然后上框线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一条线 所以你可以把它点一下 不,不,应该取消一下 应该是 再一次 OK,先选样式 然后再选上框线 一般是点这个 或直接点这边也可以 我喜欢点这边 点一下 这边双框线 按确定 OK,这样的话就有一条 另外这一边 假设左侧的这一条线 我也要双框线 一样 就是其他框线 然后先双框线 然后再左边这条线 按个确定 这样子就做出来 不过如果我今天呢 每次都要再来一次 或者你工作表一堆 那你每一次都要再做一遍 其实相当忘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它变成VBA层次 那我先demo给大家看 一清除 所以现在清掉了 二加框线 但是框线部分的话 我如果今天希望这一条 跟这一条加双线的话 那其实VBA也可以带 按下账 开发现这一条跟这一条 就双框线 那要该怎么做 这个等一下我会说